糟糕 运输车车厢上的货物着火了 挖掘机五福大喊 快停车 可是运输车带着耳机听不到 五福快想个办法吧 有了 让无二拿路障去拦住运输车 把路障摆好 五福也勾一个路障过去 往这里 搞定 可是运输车依旧没有减速 它从路障上跳了过去 五福 快追上去啊 嘿 快停车 运输车依旧没有理会五福 它从五福旁边开了过去 不 实在是太危险了 吊车小七过来了 它又在桥头拦住运输车 不 运输车急忙刹车 五福跟了过来 五福摘下耳机 运输车 你的车厢着火了 哎 怎么办 五福得想办法灭火 找找工具 有了 长到一片大叶子 让福尔过去 拿走叶子 福尔 赶紧山峰吹灭火苗吧 福尔用力的再山峰 不 山峰太累了 福尔出了好多汗 可是火势一点都没有减弱 哦 福尔累趴下了 哎 五福发现前边有条河流 出发 五福来勾起一勺水 倒车 把水泼到火上 用力 可是还是没有作用 运输车看了看车身 决定自己前往河边 运输车来到河边 把木箱夹到河里 把木箱夹到河里 还有一个 火灭掉了 运输车没站稳 掉到河里去了 小汽车在路上行驶 喷洒车也在路上行驶 汤洒车也在路上行驶 汤洒爆 撞车了 零件洒了一地 这该怎么办呢 救援车队出发吧 亲战车出发 吊车出发 运输车出发 救援车队正在前往事故现场 吊车到达 轻战车到达 运输车到达 吊车伸出吊高 把喷洒车吊起来 放到运输车车向上 好了 再把支架吊上来 放好 前往维修站 吊车继续工作 吊起小汽车 转个头 放到轻胀车上 一走吧 到达维修站 把小汽车吊起来 放到维修台上 升起维修台 准备维修 选一个车轮子 给小汽车装上 装好了 小汽车维修完成 哇哦 继续出发咯 喷洒车也来维修咯 升起维修台 首先要把喷洒车的水箱 装回去 再装上右边的喷洒 支架 还有左边的也装好 都装好了 喷洒车 喷洒车维修完成 倒车 继续出发吧 喷洒车开心的行驶在路上 银奥洒车 青帐车回到车坊了 倒车 洗脚 成长车今天棒棒的 看 挖掘机五符正在路上行驶 前方是个分岔路 winding down 拓包 突突和巴士正投两边快速起来 五符 看下车 噢 孤独撞树上了 巴士 别快沙场 终于停下了 噢 危险 孤独掉河里了 孤独帮我两门 他现在头还是晕的 巴士 赶紧去救五福吧 巴士想拉住五福 可是他做不着 该怎么办呀 有了 有救生圈 把救生圈甩到河里 武福赶紧踏上去 五福 别害怕 我马上找人来救你 看 远处有一艘任书船 巴士 去叫他来帮忙 喂 任书船 哦 任书船 好像有人在叫你 巴士 怎么啦 五福掉到河里了 谁让你去救他 好的 我马上过去 给赶紧找到五福 找到了 五福 快上船 五福 快上船 五福终于安全了 五福终于安全了 禹书船 把五福送回岸边吧 五福终于安全了 禹书船 把五福送回岸边吧 五福 马头到了 五福 马头到了 下船吧 哎呀 这里有一道护栏 五福在水里待太久 都没力气了 巴士过来了 五福 五福上岸了 哇 巴士真是太棒了 巴士真是太棒了 看啦 转个弯 过去树木旁边 好 哈哈 哈哈哈 准备开始砍树喽 准备开始砍树喽 OK 出发吧 到达目的地 木材运输车准备好了 先让伐木车换上爪子 卸下锯子 接上爪子 测试一下爪子 没有问题 去搬木头 夹起一捆木头 倒车 放到木材运输车旁边 还要去搬哦 再夹起一捆木头 倒车 放下 继续咯 木头都搬过来了 让你出车把木头吊上车 夹起木头 放到车上 装完啦 把木头吊走吧 出发咯 突突在泥潭里玩泥巴 好大的泥潭 突突猛着跳到了泥潭里 他还撞起了轮胎 泥巴都变到巴士身上了 突突被抽象 不 巴士也跳到了泥潭里 也挽起了泥巴 他们俩在泥潭里 蹦蹦跳跳 泥巴见到到处都是 他们从泥潭出来了 突突 巴士 快去洗干净吧 到达洗抽筷 他俩身上全是泥巴 突突 你先洗吧 突突进入洗抽筷 服务 打开按钮 耶 开始洗车咯 好多泡沫啊 哇啦 哇 速度洗得干干净净的了 巴士 你去洗吧 巴士 进入洗车房 五福按下按钮 开始给巴士清洗咯 好了 关掉按钮 巴士出来了 检查一下 哦 轮子上还有泥巴呢 五福勾起水管 接在机器上 给巴士冲洗轮子 冲洗干净了 五福正在路上行驶 哎 怎么停下来了 原来前面是一座破桥 五福想试试看 能不能开过去呢 哦 不好 五福掉到桥底了 好高啊 该怎么上去呢 五福站了起来 卡小龙墙壁这里 要上去 五福加油 哦 墙壁太滑了 五福踏不上去 被固在桥底了 兔兔 快去救五福 巴士 你也去帮忙 五福 别害怕哦 兔兔和巴士 马上就到了 兔兔和巴士到了 好高啊 该怎么救五福呢 让兔兔想想办法 有啦 我们可以给五福 套上绳子 把它拉上来 第一步 先搭建一个架子 小红小兰 你们也去帮忙吧 小红抬左边 小兰抬右边 把架子安装在这里 巴士 你去把滚轮装上吧 什么声音 不 好险 机器人还要去补桥板 好了 帮五福 绑好绳子 巴士 兔兔 准备好了吗 开始啦 开始啦 五福上来了 赶紧过去安全的地方 五福得救啦 太好了 装载车 正在街上巡逻 哦 前面怎么在冒烟 过去看看 车 糟糕 是房子着火啦 让消防车去灭火吧 出发 到达着火点 装在车让一让 消防车要开始灭火啦 伸出水枪 开始灭火 哦 没水了 火还没灭完呢 被出发去装水 收起水枪 收起水枪 快出发吧 小房车来到了池塘 小房车来到了池塘 开始装水吧 伸出水管 哦 水装满了 水装满啦 快回去吧 回到了 回到了 进去灭火 消防车 车来灭火啦 火扑灭啦 回去消防车那里 把灭火器放回去吧 把灭火器放回去吧 装载车任务完成 可以离开啦 消防车也走喽 消防车今天做得真棒 关绝机要去采石场工作喽 正在前往采石场的路上 哦 停车 亮灯红绿灯 可以通行啦 继续前进 到达采石场 就是这里 往前开一点 开始挖石头吧 一颗 两颗 等等 没有车厢装石头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让翻斗车去帮忙 出发 弯路要小心行驶哦 直行 翻斗车到了 挖铁机勾起石头 装到翻斗车车厢 再勾起 再勾起 第二颗石头 装到车厢 要把车厢装满哦 那就让挖铁机再挖一点石头 走 走 走 下来了 石头压住了翻斗车的车轮 翻斗车怎么哈利都出不来 挖铁机可以帮忙 要车车 把这些石头 把这些石头 勾勾勾勾 马上就成功了 翻斗车车 翻斗车可以出来了 太棒了 挖铁机继续挖石头 要小心点哦 装到车厢上 车厢装满了 翻斗车出发咯 挖铁机完成工作 铁铁来挖土坑了 他慢悠悠地挖着土坑 巴士正在帐篷里睡觉 凤凤小兰 小红小蓝跳到水里洗了把脸 哦 什么东西 天啊 是龙卷锋 兔兔赶紧倒车 但他的轮子陷在了沙子里 怎么用力都出不来 怎么办 龙卷风越来越近了 兔兔快点求救 救命啊 救命啊 巴士睡着了 听不到 兔兔挖土坑也没听到 小红小来 快去呼叫救援 小红过来 撞醒了熟睡中的巴士 龙卷风过来了 但是兔兔陷在了沙子里 他需要帮助 巴士和兔兔赶紧过来查看 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龙卷风在移动 而兔兔在用力倒车 却倒不出来 巴士五福快过去帮忙吧 救兵来了 用挖斗勾住车厢 龙卷风正在靠近 情况很紧急 用力拉兔兔 五福加油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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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糟糕 巴士情况危急 五福 快过去救巴士 五福把巴士拉回来 兔兔在想 哪里可以躲呢 哦 土坑里或许可以 快过来 兔兔跳到了土坑里 巴士和五福也下来 龙卷锋从土坑堂进过 巴士好害怕 哇 龙卷锋过去了 多过一截 五福和兔兔正在行驶 五福突然刹车 他发现了受伤的蜥蜴 五福 去救救蜥蜴吧 五福和兔兔过来了 蜥蜴的大腿被仙人掌刺伤了 五福 大兮蜴回基地制凉吧 五福把蜥蜴勾起来 兔兔你帮忙带西医回去吧 把西医放到兔兔车厢 出发返回基地 到达基地 鼓鼓准备把西医拿下来 再把西医放到维修台上 巴士还在呼呼大睡呢 巴士巴士快醒醒 快去医治西医 巴士正在寻找药箱 找到了 巴士过来 打开医药箱 巴士 你先按住西医 鼓鼓把西医身上的刺拔出来吧 可是 还有些小刺拔不出来 巴士在想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忙 想到了 打开医药箱 拿出放大镜 巴士在用放大镜检查 不 还有小刺 五福 把小刺拔出来 五福再把小刺拔出来啦 巴士 拿些绷带过来 巴士来医药箱 拿绷带 给西医包扎伤口 好了 治疗完成啦 五福 把西医送回去吧 勾起西医 放到车厢上 兔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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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符快去拦住足球 哦 不 五符被挂在了悬崖上 兔兔想拉五符上来 可是够不着 巴士也够不着 兔兔快点想办法呀 有啦 我们先给五符的挖斗捆上绳子 巴士兔兔准备好了吗 开始 拉 耶 五符被救上来了 可是足球掉到了桥底下 兔兔该怎么办呀 兔兔想到办法了 我们可以用绳子把五符掉下去 大家赶紧做好准备吧 巴士和兔兔先把架子搭建好 五符过来 把滚轮装上 加油哦 五符 五符要下去啦 五符 足球在右边 五符勾起足球 兔兔过来查看情况 兔兔快把我拉手去 兔兔巴士开始拉吧 耶 足球和五符都上来了 继续玩喽 哦 足球落在树上了 巴士又闯瘦了 我 payments过 苏 踝轮装 五符 Pi 从比诈 箭